每年11月11号光棍节 本地不少网购公司都会乘势抢夺商机 有商家今年就削较高达九成 生意额比平时增长了30倍 来看记者徐永森的报道 这家服饰网购公司除了有自家品牌 也引进超过500个品牌的产品供消费者抢购 公司两年前开始在光棍节 推出一天的促销活动 今年也提供高达七成的折扣 另一家网购公司则把优惠期延长到一个月 每个星期促销的产品也不一样 折扣高达九成 负责人说 头一天的促销产品约四万个 网民自昨晚午夜过后便蜂拥而至 据网购公司表示 今年最受欢迎的产品包括科技 保健 美容 以及婴儿用品 而虽然本地经济增长放缓 但受访商家依然乐观 认为网购市场将保持活跃